离开了西班牙的卡瓦酒庄,我们继续北行,我们来到了布尔哥斯,我们的房车停在了布尔哥斯的房车营地。 布尔哥斯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建于九世纪。 布尔哥斯大教堂是西班牙著名的三大教堂之一,也是一个朝圣之地。 布尔哥斯小镇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干净整洁,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这个城市的历史感很重,它有很多的古迹。 这个大教堂,宏伟而庄严,每年都迎来众多的朝圣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桥流水,绿树蓝天,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干净整洁的街道,街道两旁漂亮的梧桐树,被修剪得错落有致,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小桥流水,绿树蓝天,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线。 小桥流水,绿树蓝天,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线。 离开了布尔哥斯,我们又前往另一个小镇——哈罗。 哈罗小镇以优质的红葡萄酒而闻名于世,每年的6月29日都要举行葡萄酒节。 这里的葡萄酒节,就如同云南的破水节,只是把水换成了红酒。 这幅街边壁画,就是小镇红葡萄酒节的真实写照。 广场中的这个凉亭,很有特色,上面休息,下面是卫生间。 中午的小镇,非常的安静,根本看不见一个行人。 应接来往客人的只有这些雕像。 小镇的标语告诉我们,哈罗是里奥哈红酒之都,这里生产的红葡萄酒是西班牙最好的红酒。 游客们在这里买的最多的礼物就是红酒。 酒桶也成了小镇上的装饰性的标志,到处可见。 静悄悄的小镇,只有跟这些雕塑去打招呼了,所以不忘了跟他们合一个影。 街边的擦鞋小哥还是很友好的,默默地坐在那里为我服务。 看到了商店,橱窗上挂着的营业牌,才知道了为什么小镇如此的安静。 原来他们的午休时间,是从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然后开夜一直到晚上八点。 这么长的午休时间,真不知道他们晚上几点才能睡眠。 下午五点半之后,小镇醒了。 在街上看到了行人和车辆。 所有的店铺都开张了。 我们在一个小的展览馆里,看到了这些个图片。 小镇前身是一个小村落,靠种葡萄园为生。 那时他们的村民过九节的场面,真感觉和我们大约近时候的农村差不多呀。 小镇的周末很热闹,人们出来跳广场舞。 这里也包括游客,比如像我,也加入到了他们这个行列,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尽管他们不懂中文,我也不懂西班牙语,但是鸡语和鸭语聊得还挺嗨,彼此很高兴。 他们的这种广场舞,实际上就是一个转盘舞。 说心里话,我真想教他们跳小苹果。 回到了房车营地,就地取材,摘的蒲公英,做的鸡蛋汤。 回到了房车营地,就地取材,摘的蒲公英,做的鸡蛋汤。 还用西班牙的猪排,红烧排骨,当然了,离不开哈罗的红酒。 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我们转天还要前行。 靠近大西洋的地方,温度就产生了变化,草帽摘掉了,穿上了厚一些的衣服。 而且这里的景色,也看着有些荒凉。 路过了一个小村庄,还看到了一群可爱的羊。 他们一点也不认生,一个劲儿的喊妈。 我们有好吃的给你们呢。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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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